充电时间 文化媒体人 媒体内容探索事件运行的新规律 欢迎您收听在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的文化媒体人 现在每个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 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还不止一部 这在上个世纪电视机刚流行起来的年代 可能是不可以想象的 电视机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家庭的财富的象征 电视上的内容和现在相比 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从最开始全国仅有的一个频道 现在360家电视台 2000多套电视节目 在电视内容爆棚的过程当中 人们对信息过剩的担忧一直在增长 特别是互联网的接入 更让观众面对巨量信息时无所适从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电视的那些事 看看在内容庞杂的今天 电视大数据之路要如何走 大家好我是李北辰 非常高兴在充电时间和大家分享我的文章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同名微信账号李北辰 电视内容也改走上大数据的路子 像任何信息载体的疯狂供给者一样 互联网时代电视内容在这两年暴涨 企图要攻占客厅电视机的互联网公司 都打出了内容这张王牌 他们决定按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做互联网内容 电视不应该再是简单的内容堆叠 而是应该和其他领域一样 基于个人数据展开推荐体系 才更能留住用户 也就是说电视内容应该千人千面 关于电视 这些公司显然并不只是把它当作一块大显示屏 就像罗振宇在微博里所说的 电视机绝不仅仅只意味着一个简单硬件 它占据着家庭重要体验场所的核心 那就是客厅 而电视机的社会学意义在于 它是家庭聚合的仪式或图腾 所以说做电视机不是硬件的扩展 而是体验空间的扩展 罗振宇的这句话 换句话说呢就是 电视机的想象空间还很大 互联网尚未闯入电视行业之前 基本可以被称为传统电视时代 电视主要依托于一个个电视台 微传播单位将内容分门别类 电视台播啥就看啥 准时准点过时不后 电视台和观众权力的极度不对等 当时一切的观众成为电视台所谓的大众 给什么就看什么 而互联网的强势加入 让观众重新开始拿回主动权 电视为了跟上潮流 不得不开始逐步转型 开始从大众走向分众 观众也随之变成了用户 大家有了进一步的选择权 于是自行搜索和点拨内容 变成了人们最迫切的需求 在这种传播方式下 有致于此的互联网公司 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内容堆叠 精心布局 在这种传播方式下 有致于此的互联网公司 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内容堆叠 精心布局 他们想要通过构筑内容壁垒 让用户锁定在自家资源上 切换一下视角 怎样构筑这种吸引力呢 给每个人提供独特的服务 是一把杀手锏 回到个人用户角度来看 虽说内容总量是没有边界 但我们收看的时间是有限的 这就有了精准推荐的必要性 说到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后养文化 我们来听听充电贴士 怎么说 充电贴士 有观点认为电视是一种后养文化 因为人们坐在沙发上 以放松的心态 拿着遥控器看电视 处于享受生活的状态 而计算机则是一种前倾文化 人们趴在电脑前面 更多的是在工作 所以这就意味着 广播电视网 计算机互联网 带给人们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很多时候打开电视 其实并不代表人们想看什么 也许只是想放空一下 被动接受一些信息 欢迎回来 电视作为典型的后养文化 不能指望观众具有 非常强烈的探索热情 挖掘用户需求 和在大数据基础上 针对个人的优选和推荐 无疑是合适的方法 在不知道看什么的情况下 呈现出符合个人喜好的内容 是难题 也是刚需 这可能是电视改革的新机会 针对不同用户的习惯 推送不同内容 不限于影视 不包括游戏 购物 旅游 音乐 体育等等 利用大数据 将电视引入了大内容时代 通过以大数据筛选节目 例如观看次数 观看时长 来实现不同内容的自动匹配 哪怕是同一个家庭 不同时段 也拥有不同的用户特征 通过数据分析 可以根据所观看的内容和时间 判断不同时间段 电视机前用户的年龄段 甄别出儿童家庭 青少年家庭 单身上班族家庭等等 分门别类进行内容推荐 这其中的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 很大程度上呢 和手机上的聚合类新闻APP的分发机制 几乎同一逻辑 最大程度上推荐给你喜欢的内容 在以前 应对信息过剩的方法 主要是过滤和搜索 追溯历史 包括印刷媒介 图书分类法 各种推荐系统 社交网络 以及搜索引擎在内 都是以这两种力量变种 而正在兴起的大数据 对电视来说 才是降低搜索 和过滤成本 解决信息过剩的好办法 就像每一个随环境变迁 而演化的生物物种一样 每一项技术都是如此 给什么看什么的电视内容 运行机制已经过时 给电视简单揭入网络 就叫做互联网电视 也似乎不妥 只有通过大数据 为用户画像 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在将热门内容 推荐给用户的同时 做到精准推荐 千人 千面 当然了 这一定不是电视进化的终点 但在大数据时代的现阶段 一定是最适合的样子 今天关键词 充电时间 今日关键词 鲁玉有约 不只是新兴的电视内容 传统的老牌节目 也开始了 关于互联网的尝试 像上个月 鲁玉有约就开启了 她的网络直播处女秀 这期节目的邀请来 王健林做嘉宾 数据显示 有五百多万观众观看了直播 这在国内呢 是老牌电视节目 第一次采用网络直播的形式 做内容呈现 除了类似这些 试水互联网的节目 网络直播对电视行业 还有哪些影响 今天推荐的文章 就和您讨论了这个话题 您在微信公众号 充电时间回复 不如鲁玉有约 就可以收到这篇文章了 本期节目由乐布朗 企划编辑 Loud News 老鹏监制 最后呢 提醒各位会员朋友 网易云课堂 提供了两门精品课程 注意查收领取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注明互联网 云笔记工具产品 印象笔记 已经成为 充电时间 占领合作伙伴 所有充电时间会员 将获得一份 印象笔记提供的 价值148元的 高级上户 在充电时间的 微信公众号 回复印象笔记四个字 查看领取详情 关注微信公众号 充电时间 加入专为商务人士 打造的智慧族群 投入